天父,謝謝你為我們的生命感恩,為剛才美好的見證感恩,為你在我們每一個家庭所做的事。 你帶領每一個家庭,無論是串連每一個家庭,堅固每一個家庭,或者是我們的新心靈,你都照顧,付我多謝你。 付我到你面前,我們求你祝福以下時間,讓到你的話語分享的時候,是帶著你聖靈的能力,讓你的靈就是真你的靈, 帶著我們心裏面,以至到我們說的,我們聽的一同被你去感動,被你去激勵,被你去加力提升。 付我讓你的靈臨到中間,讓到我們說的,聽的,我們一同的去領受。求你帶領每一個時間,多謝你,討過奉耶穌的名字。 今天呢,我被委託,要12點半前結束,繼續祈禱。 所以,我都很喜歡祈禱的,港道員,可能說了15分鐘。 但是,我也不管了,我剛才有的感動就是,好像想起弱書亞的神職,就是叫日頭停住,可以一直說。 但是,不要緊,我盡量12點半結束,好嗎? 但是,如果不行的,我記得呢,以前有個機構的弟兄,他說,如果是準時完結的,是神的恩典。 如果是超時完結的,是神的工作。 不知道是不是神的工作了,但是,感謝主。 今天呢,講的題目叫,成為一個討告的人,一起說,好嗎? 成為一個討告的人。 我自己呢,在基督教的小學成長的,我很感恩。 雖然我中學不是基督教,但是因為我的小學是基督教呢,都令到我,很小時候聽過關於耶穌的東西。 我記得小學的時候,去團體啦,都是玩一下,吃一下東西。 但是呢,那個彷彿那個福音的種子呢,就放在我的心裏面。 有沒有人,你是中學或者是小學是基督教的? 有,OK。 有沒有人,你覺得,你因為你小學或者中學是基督教, 以至到你長大了之後,或者你讀書的時候,因為這樣而信耶穌的,你覺得? 有的,是,感謝主。 我自己也是這樣,我大學不如先信耶穌,但是我小學的時候呢,就很,那個福音的種子很心放在我裡面。 啊,我記得我小學的時候呢,我那個教,就是小學裡面有教會的,我們叫住校教會,就是說那個教會是住在學校裡面的。 那麼呢,那裡有一間房子是傳道人,那傳道人的房子外面呢,貼了呢,看看,貼了18個字。 這18個字呢,是很小時候已經很心地放在我心裏面。 那麼,這18個字就是這樣。 啊,沒有討告,沒有能力,少討告,少能力,多討告,多能力。 是不是很直接啊?很直接。 這18個字一直都放在我心裏面,甚至乎在我順主之前,這18個字一直在我裏面。 啊,成為了我心裏面的一個,座右面。 成為了我心裏面一路,我很相信,很相信,很卻信的一件事。 昨天呢,我去喝了,晚上,坐在旁邊的一個弟兄,舊教會的弟兄。 那麼,她接受了一些叫coaching,就是教會有個姊妹去見她, 啊,coaching,去幫助她生命成長。 我問她說,你做coaching做成怎樣啊?她說,都挺好啊。 那個姊妹幫她做coaching的時候,就是生命教練啊,這樣。 她問了很多問題,但她說最重要的,問一件事就是, 她生命裏面很少想的就是,啊,你生命的確信是什麼? 你生命有沒有一些什麼的信念,是很強,而所有人都覺得錯, 但是你會覺得對的東西。 嗯,奉耶穌的名字,祝福你成為一個有確信的人。 一個有信念的人。 即使你面對幾大挑戰,你仍然覺得,有些真理,你要持續是對的東西。 所以我想和你分享今天的確信就是,成為討告的人。 啊,路加坊十一章第一節呢,這樣說,他說, 耶穌在一個地方討告,討告完了,有門徒對他說,一切讀好嗎? 求主教導我們,討告,將約翰教導他的門徒。 耶穌的門徒來到耶穌面前,耶穌的門徒看到耶穌的討告生命。 耶穌的門徒也看到耶穌的服侍果效。 你可以想像跟隨耶穌的門徒,他看到耶穌滿有能力,滿有印高, 醫病,趕鬼,發預言,叫死人復活。 但是,門徒不只是看到耶穌外在服侍的能力, 他看到耶穌私底下跟天父的關係。 所以,門徒很特別,他說, 耶穌,求你教導我一件事就是,討告。 因為施洗約翰都教導他的門徒,討告。 耶穌的門徒明白一件事,原來耶穌服侍的果效, 他能夠醫病,他能夠趕鬼,他能夠恕而言,他能夠死人復活。 是因為耶穌的門徒看到,他所有能力的關鍵是因為他有一個討告生命。 所以耶穌的門徒沒有問到耶穌說,耶穌,你教我趕鬼? 沒有。 耶穌的門徒沒有問,耶穌,你教我趕道? 沒有。 耶穌的門徒沒有說,耶穌,你教我死人復活? 沒有。 因為耶穌的門徒明白一件事,只要耶穌你教我討告, 我是懂得一個討告的人,我就能夠趕鬼死人復活,發穴言,去醫病。 耶穌的門徒問中了一個關鍵就是,耶穌,你, 生命,如果有一刻耶穌你要走,你要離開我, 我很想在你生命裡面學到一件事, 只要我學到這件事,我就懂得其他的事,就是討告。 寫福金裡面的門徒只有問過耶穌教他一件事, 不是趕鬼,不是趕道,這些東西都很重要。 但耶穌的門徒問,耶穌,你教我,祈禱。 零加零加零加零是等於? 零。 一加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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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等於? 一。 百萬。 因爲,零加零是沒意思的, 但是你在所有的零之前加上這那一, 就令到以六個零賦予到極大的意義, 是不是? 我很深厚的一個信念就是教了了很多的東西, 傳福音、講到, 痾... 癒病趕鬼, 所有的東西 Uno 令到這個東西有意義, 令到這東西有生命力, 令到這些東西有果效, 令到这些有果子 就是祷告 就是祷告 祷告令到你的报道有果效 祷告令到你的教导能够改变人心 祷告能够令到所有的有意义 祷告就是所有的灵之前的一个日 换句话 祷告就是新生命堂 令到所有的活动有意义的那个日 祷告是一百万 有一种思想是很攻击神的心意 或者很攻击圣经 就是我们有时会觉得祷告是很不实际的 我只是祈祷不做的事情很不实际 我只是祈祷的事情不会自然发生 你只是祈祷钱会跌下来吗 你只是祈祷人会自动信耶稣吗 是的 我们不是只是祈祷 我们要祈祷要策划 我们祈祷要报道 但是圣经说的一件事 他很正的 样方十五章 他说 你们不能够做些什么 离开他你不能够做些什么 但是你 葡萄薯之主结住的时候 你就能够结出果子 你发觉果子不是做出来的 果子是结出来的 果子是结出来的 嗯 嗯 祷告其实在教会里面是其中一件事 甚至乎我这么说是最实际的一件事 因为唯有祷告才能够带到神的影响力下来 所以主导文说 我们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你做个服事 你明白我说什么的 你少讨过 你发觉做了很多东西 没有什么熟灵的果效 人的心不会改变 你发觉忙完旁一轮之后 人就散开了 但是你讨过 你明白 那个真实的熟灵影响力 那只会在第二天之后的生命里面 第一样东西 今天讲了三样东西 希望够时间讲 第一样东西 祷告的关键就是 拥有对天父正确的形状 一起讲好吗 拥有 一二三来 拥有对天父正确的形状 那在撒母耳记下的十五章 十五节 十二章十五到十三节 那我读给大家听好吗 耶和华击打乌尼亚妻子 吸大为所生的孩子 使他得重病 所以大为为这孩子 恳求神 而且禁食进入内室 中夜躺在地上 十七节 他家中的老神来到大为的身边 就要他在地上里面扶他起来 大为却不肯起床 也不肯和他们一起吃饭 十八节 到了第七天 儿子死了 大为的神博就不敢告诉大为的儿子 告诉他他的儿子死了 他们就说 儿子还在生的时候 我们劝他 他都不肯听我们的说话 现在告诉他 儿子死了 他喜不更加又上 经文的背景是说大为犯了一个罪 和拔事班犯奸任 之后生了一个小朋友 孩子 刚刚出生的 当时拿单先知 神就藉着拿单先知 和大为说 你就是那个犯罪的那个了 大为又悔改了 但是那个儿子已经怀孕了 是不是 那就出生了 神藉着拿单先知 就跟大为说 他说 因为你生的这个儿子 是在奸任里面 是你占据了别人的妻子 犯奸任所生的儿子 所以因着审判的缘故 神就说我会击杀这个儿子 对不对 大为是因为犯罪的缘故 生了一个儿子 那神要审判 就说要击杀这个儿子 大为听到这个消息 他第一个反应就是 求神去怜悯他 他禁食 他祈祷 他披目麻灰 他中夜来到神面前 去呼求神 你可以想象大为的祈祷 神啊 你怜悯我啊 神啊 你怜悯这个孩子啊 神啊 虽然我犯罪 但是你怜悯这个孩子 你救活他啊 神啊 你帮助我啊 神啊 你怜悯啊 那么旁边的人就劝他 大为你不如吃下东西啦 大为你不要 常常在这儿 就是躺在神面前呼求啦 大为你起床啊 大为就说你不要理我啦 我不想吃东西啊 我要呼求神 我要呼求神怜悯 救回这个孩子 结果呢 儿子 死了 大为的神博就很害怕了 在那儿想 儿子未死之前呢 大为都 禁食祈祷 啊 不肯听我们说 吃饭 现在 儿子真的死了啦 我告诉他 他就更加伤心啦 儿子未死都禁食啦 儿子死了 没 绝食 不喝东西 可能 我肥鞭自己 不知道啦 但是呢 很有趣 反过来呢 经文这么说 他说十九节 大为见神博 彼此低声说话 就知道 儿子死了 大为知道 儿子死了 就问神博说 儿子是不是死了 他们说 是呀 死了 很特别 大为的反应就是 你会预期大为是否更加伤心啊 行不行 儿子未死之前 他已经很伤心啦 他已经禁食啦 他已经不肯吃饭啦 他死了 是不是应该 更加不吃饭 更加不开心 更加虐待自己 更加受苦 不是哦 他反而是 洗澡 抹高油 换上衣裳 进入耶和华的殿里面去 敬拜 哇 哇 他的反应和我们预期的 完全相反 然后他就吃饭啦 叫人摆上饭桌 然后他就吃 那些神就问他 为什么啊 你做这件事是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儿子在山的时候 你就禁食 哭入 儿子死了 你反而好像很开心哦 你应该更加不开心的嘛 你还很不开心 你还很开心地吃饭 大为22节就讲了个关键了 他说 儿子在山的时候 我禁食祈祷 因为我知道 神或者会联吻我 会救回我儿子 但是现在23节说 儿子都死了了 我还做什么要禁食呢 我岂能够使他返回呢 第一节目原来祷告 有三个心详 第一个心详 中文我不知道怎么译 英文叫 spirit of entitlement entitlement这个字的意思 就是说 你会觉得自己是 中文叫老讽 我有权一定要这样的 你一定要帮我 神啊 我有权的嘛 这个是我的权利 你一定要帮我的 我亦组叫掌控的心 有些人会解释什么来的 掌控的心就是觉得 简单来说就是 狠切的吐告 一起讲 狠切的吐告 加上 不将结果交托 一起讲 不将结果交托 狠切的吐告 就是事情发生的时候 他很狠切的祈祷 但是当结果不如他所想的时候 他生气不生气 很生气 很生气 如果大胃是这个心的话 他会这样的 他呢 子侯未死之前 他就禁食祈祷 主啊 你救回啊 救回啊 一定要救回啊 救回我儿子 当儿子真的死了的时候 他会怎么样 他会不会敬拜啊 他不会 他会很生气 奏了神 不回教会 然后就说 神都不帮我的 这个叫操控的心 或者叫掌控的心 掌控的心的特征是 操控神 借着吐告去操控神 试吐告成为一个工具 去寻求自己的私欲 看重神赐遇的祝福 高过我和神的关系 他最关心不是和神的关系 是最关心神可以给我操控 控制 他就是那盏神灯 我穿出他 他就背对给我 这些人祈祷很狠切的 但是他不会将我结果交托 大卫 感谢主 他不是这样的心情 第二个极端是什么呢 安逸的心 一起讲 安逸的心 我译了作 spirit of complacency 就是很安逸 这种人的祷告是这样的 他不肯切祷告 但是他将结果交托 所以你问他 祈祷 不用了 神会掌管 神想他死不死 神想他活就活的 如果大卫是安逸的心 他就 子死不死 他也会吃饭的 祈祷吧 不是的 神想他祈祷 神想救就救 不救就不救 他就是不肯使祈祷 加好章结果交托的 这种是不合神身意的 这种叫做宿命主义 表面是知足 表面是信任神 其实是不信 清不清楚 第三 是狠切的心 狠切的心 你猜到了 狠切的心就是 狠切的祈祷 加什么 将结果交托 你随便 每一件事都会死的 基督徒有两类 有一类人很狠切祈祷 但是当结果不如他所相的时候 他就生了神 是这种 有一类是不祈祷 他以为自己很交托神 其实他不是交托 他是不信 但是大卫 很狠次的祈祷 当事情发生之前 他用尽的力去祈祷 但是即使结果不是如他所想的 他的心仍然没有生了神 他的心仍然没有苦毒 他的心仍然没有被冒犯 他的心仍然没有破坏 和神的关系 所以结果不如他所想的时候 他仍然可以立即回去敬拜神 是因为他最美汉重的是 和神的关系 多于儿子 有没有死 他重不重视 有没有死 他重视 但是他更加重视 神的关系 这种的祷告是 合神心意的祷告 带着信心去呼求神的 允许成就 但是听着 他将how 神如何成就 和when 何时成就 交托给神 这个就是我们明白天父的心墙的时候 有的一种 祷告的态度 你觉得我们新生命堂大部分是哪种呢 是事情发生之前 没什么所谓 信靠神 并还是抗祈祷 祈完之后 如我想象就生气 神 但是无论如何都好 今天 你明白你的父神爱你 所以你可以狠切地祈祷 而即使结果不是如理所想 大卫说了一句话 不要紧要 今天 儿子不能够回来我那里 但是父神的旨意 有一天我会去那里 没有我所想 今天儿子会回生 但是 神的旨意 都是好的 神是良善 祂的怜悯直到永远 将结果交托 第二个讨告关键 操控神 宿命主义 孝神心意的祈祷 主通文教的第一句是什么 我们在天上的父 缺乏讨告 只是一个病征 等一会听清楚 缺乏讨告不是个病 缺乏讨告是个病征 个病是什么 不认识天父 如果你认识天父 你无可能不祈祷 明白我说什么 你认识天父 你的心真的明白 他是一个怎么样好的父亲 你是无法不祈祷 因为他太好了 你一定会来到面前 挖他 他是这么好的神 只要他求 就会给 你无法不祈祷 所以不是要解决不祈祷 是解决 你认识天父的形象 你正确认识天父 你必定会是一个祷告的人 很多时候我们很努力祈祷 意志力 逼自己祈祷 我要祈祷 祈祷 那你奇什么 你的神的形象是什么 你的神是一个主人 你很辛苦求他才给你东西 那你就不祈祷了 黄牧师是一个很好的人 你只要求他 他会帮你所有的东西 你一定会求他 你不求他 不是因为你有问题 是可能 或者是天父 我们不求天父 不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他 第二件事 祷告的关键是什么 要拥有自己的属灵 不是 专属空间 一起讲专属空间 我有一次去Camp 青少年一个营会 有一个弟兄 小弟兄 初中生 他说了一句话 很震撼我 我问他 小弟兄 你今次去这个 我教会了 去这个营会 你经历了什么 你有什么最深刻 他说了一句话 很震撼 他说 这个营会我发觉有一个东西 原来我以前是和耶稣 扮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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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不知什么叫扮朋友 扮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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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教会都看到我 扮朋友 又抱 又高兴 又高兴 扮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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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私底下吃饭 单对单的时候 没话说 没话说 大家都有一些朋友 一班人是无所谓的 但是你真的约他 单对单吃饭 有点害怕 你怕没话说 是不是 那一刻的单对单吃饭 突显了一件事 其实你和这个人的交情 都不是那么深 要是你会尴尬的 是不是 有时我们和耶稣的关系是这样的 一班人敬拜 很火热 一班人敬拜 耶稣很爱你 回家和他单对单的时候 没话说 所以耶稣这么说 教我们祈祷 今天我说三点 都是关于耶稣的教导 关于祈祷 祂说你要进入内室 关上门 祷告在你暗中的父 你的父就必拆寒 弟兄姐妹 一件事 很想告诉你 你和神真实的关系 不是决定于你在公众场合做些什么 你和神真实的关系 是决定在你私人的时候做些什么 如果我和文峰公众场合里面很友善 抱着 但是私下的时候没话说 那我和他的关系是什么 没有 肤浅 还有 小弟兄的述义是什么 扮朋友 你在家 祈祷的时候打开一本圣经 只有你和圣灵 四目交头的时候 你和他熟不熟呢 当你在你的房间祈祷的时候 打开圣经 眉上双眼 只是看见天父的时候 你和他有没有话说 这个就是 我 你 我们 每一个 真实和神的关系 不是公众场所 看到的关系 是你私人看到的关系 有一次我去大陆短宣 我问一些童兄姐妹 我说 我的题目叫 理想的假期 我问童兄姐妹 你的理想假期是什么 那些是内地的童兄姐妹 很多人说 我的理想假期是 吃东西 我们 中国是 吃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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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所有的东西 有些人说 去旅行 有些人说 玩 接着我说了一句 我说 你的理想假期 可不可以是 躲在一间屋 整天去敬拜神 如果大卫的诗篇是真的 在耶和华的面前 有满足的喜乐 如果大卫说的话 不是吹嘴 你的慈爱 比生命更好 一个正常基督徒 的理想时间 其中一件事 不是全部 其中一件事 应该会包括 亲近神的 是不是 这些都不说了 你的祷告质素 再说这件事 你的祷告质素 大部分是决定于 你非祷告的时间的质素 是什么意思呢 举个例子 你早上要零修 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就零修 你知不知道 你零修的质素 是决定了什么 就是你另外的 二十三个小时做什么 如果你二十三个小时 是看不应该看的东西 听不应该看的东西 你的心思很乱 你明白我说什么 你发觉你祈祷是集中不到的 所以耶稣说 祷告的时候 你要关上你的门 在内室 除了是外在你 真的关上你的房门 关闭你的心门 以至到你的心 没有任何的东西进入你 是很清静 只有你和神 不说了 第三点了 时间缘故 第三点 你怎么可以祷告呢 就是对神的话语 有学慕和追求 第七节我读 你们约常在我里面 我的 话也常在你们里面 凡你们所愿意的 祈求就可你们得着 我读一次 你们常在我里面 我也常在你里面 是不是 不是 我读错了 第二次 你们常在我里面 我也常在你里面 是不是 不是 我读错了 听到吗 我经文是 是你们常在我里面 是你们常在我里面 嘩 也常在你们里面 你看到吗 上面说了 你在我里面 我在你里面 说了 第七节不是说这件事情 第七节是 你们常在我里面 我的 嘩 也常在你们里面 结果就是什么 你凡愿意祈求的 就给你们得着 为什么我们祈祷没有果效呢 因为没有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不在我们的心里面 有一句是 叫E.M.Banz 邦之 有没有听过 邦之 王先生听过 邦之 是写了很多祷告的书 E.M.Banz 他说了一句话 The word of God is the food by which prayer is nourished and makes strong 我译了中文 看看 在这里 看看 这里 神的话语就是能够滋养 和强壮你祷告生命的食物 如果你没有神的话语 你的祷告生命 必定会很弱 就好像一个人没有吃饭 他的身体很弱 一样 神的话语 怎样才能够 你的祷告有神的话语呢 就是 这些 用来唱歌 宣告 但我想说的东西 应该是有没有能够泡泡油的 圣经讲的撒中比喻是什么 撒中比喻是说 道就是撒在他的心里面 是的 黃沐仙识 Hailey文 就是说 这个是人心思情感的中心 他在说什么呢 就是说 如果神的话语 只是读在我们头里面 只能够改变我们的知识 但如果神的话语 读在我们心灵里面 会改变我们的渴望 是有不同的 你怎样做到第三点呢 就是你问问你自己 你阅读神的话语 你的渴望有没有改变到 你有没有喜欢神的东西多了 还有恨恨神的东西多了 有没有听过八幅吗 《登山马法宫》第五章 《飢渴无疑》 《虚心的人有福》 《天国是他们的》 《哀悼的人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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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喜欢的东西不同了 我以前很喜欢看电影 我不是说看电影不对 但我喜欢的东西不同了 我喜欢读神的话语多了 我喜欢祈祷多了 我不喜欢 以前我很喜欢的东西 响乐 我喜欢少了 你怎样讨告生命会强制 你读神的话语 读到那个话语 改变你喜欢的什么 圣经这么说 耶稣因为你喜爱公义恨罪恶 神就将他的喜乐由 高你胜过你的同伴 为什么有神的恩高 就是因为你喜欢的东西不同了 你喜欢神喜欢的东西 而你不喜欢神不喜欢的东西 最后讲一点点见证 我们祈祷 建立討告不是一朝一夕 丙姊妹 你是不会一起床 就变成一个爱討告的人 不会的 不要发梦 不会的 討告生命是每天这样建立 Dick Eastman 是哪个呢 有一个事工叫 Every Home for Christ 逐家归主 你可以上网查一下 这个 逐家归主 是 超过66年的事工 他传了325亿的福音 在全球216个国家 接触过超过1億6千万的人 他的策略就是这样 逐个门口敲门去全福监 这个就是主席 叫Dick Eastman 是的 Dick Eastman 写了一本书 叫做The Hour That Changed The World 他的东西说的 未必一定适合 但是值得参考 我觉得 一个这么有果子的事工 創办人 66年接触了这么多国家 参考 他写了一本书 叫The Hour Changed The World 那本书是说什么 只要你每天花一个小时祈祷 你就能够成为 改变世界的人 整本书就是教你如何每天 其中一个小时 中文翻译了叫做 一小时改变世界 另外一个人叫J.C.Row 是来尔 他之前做了一个调查 他是一个复兴的学者 他做了调查 他这个人 他研究了很多复兴的人 約翰·卫斯里有没有听过 秦道卫里 有听过 马丁路德有没有听过 有听过 Charles Feeney 有没有听过 有些可能没有听过 David Brainer 北大卫 是这些复兴家 他研究了很多东西 他研究了这些秘神大大使用的人 他发觉 有些人有钱 有些人没有钱 有些人有学力 有些人没有学力 有些人是这个中派 有些人不是这个中派 有些人祈祷很喜欢用土文 有些人喜欢没有土文 他说什么都有的 原来 但他们全部里面发现了一个共通点 就是他们都有土国的生命 听得明白我说什么 他发觉全部被神伤的都是一个共通点 就是他们有土国的生命 Susanna Weasley 就是刚才约翰韦斯利的妈妈 Susanna Weasley 她是一个什么人呢 她 我没记错 她有十个子女 十个子女 她要照顾孩子 你看到一群小朋友围着她 为什么她可以有约翰韦斯利 查理韦斯利 你们两个这么大大腿神使用的人呢 是因为她自己都是祷告的人 她怎么祷告呢 她说有时她要照顾孩子到很忙乱 那些孩子到周围走 她就怎么祷告呢 听着了 她将那个圍裙 套住自己的头 然后就跟孩子说 妈妈要开始祷告 这个是妈妈祷告的时间 你们不要搞我了 她就在照顾孩子的时候 让那个圍裙套住自己的头 然后祈祷 那她的子女全都知道 妈妈祈禁祷 不要搞她 哇 一个生了十个小朋友的人 都可以找到一个 尊属祷告的空间 尤康韦斯利 她每天用两个小时祈祷 她必须要求自己 和她带领的传道人 要每一次都围着她 说到禁食祈祷 马丁路德 有一次有人访问她 她说 马丁路德 你这么忙 你这么忙 你做这么多事 你怎么祈祷啊 她说 就是因为我这么忙 我怎么能够付起 不祈祷的代价 就是因为我这么忙 I cannot afford not to play 就是说 我不能够付起这个代价 不祈祷 就是因为我这么多事情做 所以我更加要付这个代价 其更多个肚 以致到我有能力去做很多的事情 曼丁路德不是完美 一定不是完美 但是她的生命 可以值得我们参考 我2008年的时候 在一个聚会里面 有一个牧师 他说了一句话 有没有听过 《学员传道会》 《学员传道会》 《学员传道会》的创办 叫白纳德 他卫生了三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是圣结 第二样东西是建立门徒 第三样东西是祷告 他说 神啊我要卫生 每日祈祷一个小时 神大大使用他 当时牧师说了几样东西 去挑战我的生命 我当时是一个初信的人 他说 如果你每日祈祷五分钟 魔鬼会看着你 恃笑你 没有能力的基督徒 不用理他 如果你每日祈祷一个小时 魔鬼会开始对你认真 他说 如果你每日祈祷两个小时 魔鬼会吓得泪尿 他说 如果你每日祈祷四个小时 地獄都震动 这些不是圣经 先澄清 第一样东西 圣经的教导是什么 上上起落 不住祷告 凡事这人 耶稣问门徒说 你为什么不能够跟我警醒片时 第二个翻译本译做什么 你为什么不能够跟我警醒 祷告一小时 一起起床好吗 有点小时 但是我很想唱一首诗歌回应 然后我们去求圣灵感动我们 好吗 我很想你闭上雙眼 你为自己祈祷 不需要等敬拜队 就要你自己在你身面前 主要你帮助我 主要你帮助我 感动我的心 我不是说你不祈祷犯罪 我不是说你祈祷不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就很差 我不是什么意思 我没有意思是定你的罪 也都圣经没有命令 说你一定要祈祷一个小时 没有 但是 你给自己一个目标好吗 如果你想建立一个祷告的生命 我们祈祷然后唱一首诗歌 天父来到你面前去 求你圣灵感动我们 我们需要你 我们需要你 新生命囊需要你 我们的生命需要你 建立我们祷告的生命 让我们成为祷告的人 多谢你奉耶稣的名 我们唱一首诗歌 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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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保守我的心 我的意念 使我 能够尊心 你此意 我愿叫你话语 我愿 叫你话语 生长在 走路上的光 走路上的光 是为我找前的德 主 主 求你坚固我 求你坚固我 信心 我给你念 使我的意 使我的意 勇敢向前进 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染弱 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染弱 求你带领我 使我不会再推说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革随我 革随我一生 革随我一生 能学你的柑枪 使我能 成为你所幸运的恶 lik 是好的生命 能够呈现你勇敢 听识节目来一次好吗 你只向神呼应 向神呼求 如果你需要你想的 你可以举高你双手 求你保守我的心 我的意念 使我能够 使我能够真心你自已 我愿向你话语 我愿向你话语 神藏在我心 做路上的光 成为我朝前的灯 欧主求你 欧主求你坚固我心心 我的力量 使我 使我的意勇敢向前行 因我知道 因我知道 有时我认为软弱 求你带领我 使我不会再退缩 我需要 我需要有 你在我生命中 好让我一生 能学你的样式 使我能尝为你 收集约定的女 使我的生命 能够呈现你荣耀 再一个罗西亚 我需要有 你在我生命中 好让我一生 能学你的样式 使我能尝为你 所幸运的女 而你是我的生命 能够呈现你荣耀 再一个罗西亚 再一个罗西亚 我需要有 你在我生命中 福高耶稣 好让我一生 能学你的样式 使我能尝为你 所幸运的 而你是我的生命 能够呈现你荣耀 再好吗 几分钟 我想很快 我特别很想鼓励 为一些 你不需要想 你做不到 我告诉你 我之前是一个 一分钟都站不到 几乎逃 一分钟都不行 我想跟主 主啊 多谢你 让我有餐饭 有饭吃 阿门 没有东西说了 我站不到肚子 但当我卫生 我说主啊 我愿意 去给恩典 不是因为你做到 是因为你愿意 所以如果你愿意 我想来到你面前 我为你祈祷 牧师为你祈祷 不是你做到 你做不到的 但你愿意 你说主啊 我想给你 让你给我的能力做到 弟兄姊妹 我不认识你每一个 但我相信有些 你的土耗生命很软弱的 你回家连自己 土耗的能力都没有 今天你愿意 牵逼你到神面前 神啊 你帮我啊 你帮我啊 你帮我突破 你帮我改变 你帮我 我不再一样 你可不可以来到 牵逼你到神面前好吗 我再唱的时候 如果你想要人 祈祷 你会来到神面前 我需要 我需要有 你在我生命中 我需要你祈祷 好愿我一生 能学你的眼神 使我能诚 为你说心有意 我们需要很多人祈祷 好啊 可不可以执事 来到前面 为底子目祈祷 如果你是执事 你会来到前面 为底子目祈祷 好吗 对啊 执事来到前面 我需要有 你在我生命中 好愿我一生 能学你的眼神 使我能诚 为你说心有意 而你是我的生命 能够展现你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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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展现你荣耀 我需要有 我需要有 你在我生命中 好愿我一生 能学你的样式 使我能诚 为你算心有意 是我的生命 是我的生命 能够展现你荣耀